首先来关注特别报道 开年迎新访明期 今天走进中国南方电网公司 南方电网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 负责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和海南等南方五省区的电网 并为港澳地区提供电力供应 2021年我国能源供应持续偏紧 南方电网是如何保证电力供应的 今年的用电形势又如何呢 在南方电网调度大厅的大屏幕上 显示着南方五省区实时的电力负荷情况 此刻是1亿5000万千瓦 而在2021年夏天 这一数字经常突破2亿千瓦大关 这是广东电网的一个同电发售电的情况 城市的这条线是今年的 对 明显能看得出来两年 这个负荷的变化很大 孟志平说 去年夏天经济复苏 南方来水较少 依次能源供应紧张 面对严峻复杂的供电形势 南方电网从3月份起着手谋划电力保工 最终即使在供应最紧张的9月份 也没有发生影响民生和公共服务用电的情况 今年整个电网的运行还是经济中的大复合的考验 从广东的电量增长就能看出来 实际上就是在用电最紧张的时候 电量的增长仍然高达两回数 2022年的整体电力公营的格局会是什么呢 现在可以这样讲 从目前情况看 在南方区域水电的蓄能 煤电的垂煤都比较充足 也就是说金春的供电是违定充足的 是可以保障的 当然我们分析供电形势还是一个比较偏紧的局面 必须实施科学精髓的地理调度 怎么理解这种精髓话 我给你举个例子 以往往会把一个企业作为一个单独的单元来对待 但是如果这个企业它的上游供货方 它的用电不能保证 这个企业正常的生产也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我们就专门建立这么一项机制 就是叫产业链模式的有效用电机制 保单个用户到保一个供应链 增强发电侧供给能力的起升 在夏季跟用电高符合到来之前 要安期投产 2021年12月 梅州阳江抽水蓄能电站的首台机组 相继发电投产 总装机容量240万千瓦 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电网调节能力提升近一成 与此同时 南宁惠州赵庆等地的抽水蓄能电站也正加快建设 同在12月 国家西电东宋重点工程昆柳龙直流工程平稳运行一周年 来自乌东德水电站的清洁水电 送往粤港澳大湾区累计超277亿千瓦时 相当于输送了四分之一个三下的年发电量 现在南方五省区的飞化石能源的占比 不论是发电装机容量的占比 还是它的实际电量的占比 都超过了50%了 这个水平应该说是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 规模还会逐步的加大 到2030年新增的装机达到2.5亿千瓦 比现在增加近四百 如果这么大规模的清洁能源的并网 给电网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挑战 它的随机性波动性是很强的 就必须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这个步伐 所以我们提出的就是数字电网的概念 可以实现电力加算力的融合 有效的打通圆 网 和 除 这四个环节 比如说我们已经运用人工智能的技术 通过综合风电厂历史的 实时的气象数据 体力坐标等大数据 它的出力可以提高5%的准确率 5%是个什么概念呢 你想1亿千瓦 如果1亿千瓦的风电的话 5%就相当于500万千瓦 而500万千瓦是一个大型核电站的装机总量 所以是可以看得出来 电力加算力它的巨大的效能 数字电网的建设要攻克一批卡脖子难题 南方电网成立全世界首个数字电网研究院 历史五年公关 我国第一款电力专用主控芯片福西 成功在2021年实现量产 它是整个电力工业运转控制的大脑 神经中复 以前我们国家电力工业的控制领域 主要还是依赖国外进口的通用芯片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自主第二专业化 福西芯片被评为2021年央企十大国之重企之一 今年将继续形成全系列产品 量产应用于变电站 配网自动化新能源等领域 今天南风电网发布服务经济稳定发展的 27条重点举措 孟振平表示 2021年南风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357亿元 今年将继续保持在千亿元以上规模 十四五计划投资6000亿元以上 比十三五增长约50% 重点投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数字化转型等领域 充分发挥电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让整个电力系统做到这三个 就是更安全 更可靠 更经济 运用或者收获感 就在当中 再松开 两档子 二档子 二档子